各位标为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猪仔 原来冰蓝色和三文鱼色不是男士的专利 和今天第一条影片推介的手标 色色相关 今天第一只推介是一只方块的 官网写的酒桶型 我自己觉得是方形 长方形的一个标盘的一只女装标 所以不是男士的专利 亦都采用了现在最流行的两只颜色 一只就是冰蓝色的标盘 一只就是三文鱼色的标盘 36912的布局一只石英标 其实不说你不知道 很多女士心目中都想要这个石英标 反而不是那么喜欢机械标 原因就是机械标会停停了 又要再教过 他们觉得麻烦 所以很多时候女士都会比较喜欢石英标 而我今天介绍这只卡绍金石 就和上周介绍的皮带是同一款 有标迷就说想要钢带 朱仔就找了钢带 不过今次就选了冰蓝色和三文鱼色 我介绍给大家的 生活防水用上了石英机芯 SR626SW的电池 大概三年左右需要更换电池一次 至于手标方面 每月时间标准不差值 正负20秒 即是一天是少于一秒钟的不差 非常准确 整只标虽然用了钢带 但也不会很重 58克我待会量度给大家看 标观位置就放在三点位置 我自己如果这两个颜色比 我会比较喜欢三文鱼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鱼形 配三文鱼色比较适合 感觉 你看到它做了一个 火车路轨的边框 然后写了Water Resist 然后写了Japan Movement 36912和黑道的钉 都做了特纸的字钉 好了 踢起了标观有停秒功能 用了矿物水晶玻璃标面 即是手标 向上转动 瞬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时间的手感都挺好 挺紧致的 教完之后 按进一个拉推管 圆玻璃标面的位置 都做了不瘦钢光新的边框 做了长方形的设计 好了 标脚的位置 它没有做耳琴 做了一个一字带 是的 一字的一个标带 标带连接着 就是做了一个 不瘦钢片带 做了光新的 好了 先看看标扣 标扣要谈一下 只有两个洞 一个微调位 上面都有Castle Logo 按键保险键 打开标扣 做了喷沙的薄桥 我自己觉得 如果多多一粒微调位 会更加好 方便调节 但这个我无奈 只有一粒微调位 它也是 我先看看标底 标底 做了一个长方形式的标底 写着了 Stinkler Steel Bag 不瘦钢底盖 Water Resist Japan Movement Case in China 日本基心中国组装 标大概三年左右 才需要更换电池一次 非常耐用 一般 很多时 石英标 没有带日历 都会延伸到 一粒电池 这个去到三年 那么久 好了 这个标 帮一帮重量 直径属于小标径 好 试一下帮一帮重量 重量方面 这个标底 57.6克 57.6克 58克 左右 至于很多标迷 常问 珠仔有没有女装标 那些标迷 记得出现 珠仔拍了女装标 记得支持 순 21.5M 的标径 厚度方面 区量 就是七.3mm 厚度 7.3mm 浪水凸 22 過來 尝试 Pokemon 我戴上豬仔14.8%的仇换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三文魚色這個顏色 戴上去其實也不算很細隻 不如我試過拿個硬幣去對比大家看一下 究竟的尺寸是多大左右 我試試拿個兩元銀大家可以比對得到 尺寸 甚至乎我放進去 可以看到尺寸是多大 長方形的標徑 好了 再把這個冰藍色上去我手上 冰藍色和這個三文魚色的配搭 超筍價錢當然就豬仔介紹得的話 很划算的一隻CASIO金石 3692 長方形的酒桶 他寫酒桶 長方形的酒桶標盤 豬仔推介 超筍價 275元一隻 275元一隻 非常順利的價錢 豬仔各有三隻現貨 三隻 三文魚色三隻冰藍 喜歡這隻標的標迷可以在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方形的三文魚色 想在佐頓店拿還是麗芝店拿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記得給個Like炸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未訂過頻道記得按鐘仔訂閱 價錢已經包了原裝盒 吊牌 保用證 收據做回一連報給大家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找我 心動的你立即行動 原裝行貨 一個非常划算的 CASIO金石 方形 的3692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最重要還有潮流的兩個顏色 冰藍加三文魚色 希望你喜歡 拜拜